努力的戰友和朋友們是通過海外已經的宣傳 逐漸停擺了之前的登項 就是保守的鄧藥平成長 為了讓趙紫陽改革派下台發出的一場勁勞政變 現在研究員部分局上已經不知道 像馬雲等企業的經營他們認為 六四是應該不必去鎮壓 沒有六四陣陽就沒有今天中午這繁榮 六四開槍、六四塔的戰爭都沒有錯 這完全違背了世界情人和事情的真相 六四是我們的國賞 也是東方旅遊走向文明、川普旭的卡 我們要連心與愛了解六四的真相 計上六四電視的一致 讓我們用強有力的行動力告訴世界 我們不怕犧牲和獨裁者唱歌 以實現為行程先生其說 第五個現代化 自由、民主、人材、法治、文明的國家 讓我們高喊 一致的國家 共产党同流合污 他们当了当社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发了大财成了一万国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我们总的一些人在坚持着 曾经有的时候我们人越来越少 2008年 2018年 到2010年我准备参与中国民族党运动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订了一个指标 就是每年的几年六四活动 是我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一次考试 我就得想知道 34年前中国人的希望 中国人的荣光 是不是在中国人心中已经没有了 感谢在座的民主党人 当然修现感谢座的一个前辈 他们没有放弃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就在最近的一两年中 我发现有许多的通告 通过走线 艰难困苦来到了美国 他们曾经在中国有过希望 有过消贪 但是今天共产党把这个都分岁了 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六四的同道说过 我们其实不需要知道的一个六四 只要你活在中国 只要你头上有中共这个保证 你就知道 共产党必须滚住中国 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统治下 即使中国有发展 也是找出全国垄断的发展 多数老百姓 没有公正的机会 民主 自由 认识 他的基本 依旧在于 让我们每个人公平的分享 发展的国势和机会 今天 我可以对着暴政说 我们一定要把天文国党夺回来 把你这片罪恶的决心降下来 生上我们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气质 下面大家跟我喊主 表现我们的决心 打倒共产党 做到共产党 攻众 做到共产党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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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